在病床上看着朋友们写的大卡片 因为距离他感染梅浆菌住院后 已经到第八天 使用多种抗生素 包含注射和口服药一起治疗 一度引发肺积水 直到最近才压住病情 还是用了药还一直在烧 有可能是碰到抗药性的菌株 像梅浆菌的红梅素 在中国几乎百分之一百多的抗药性 在台湾也有五六成 一时碰上梅浆菌也有一定的治疗 SOP 症状比较轻微的 会先使用红梅素或日出药水治疗 如果两天还睡眉好转 或是检测出抗药性比较高的菌株 再使用第二线药物撕缓梅素 治疗没成效 在进阶使用魁洛桶 梅浆菌我比较不担心 因为毕竟它是比较温和的病 它不是那种来势汹汹的一个病 虽然有一定的比例的人 可能会有什么重症跟死亡 但基本上很少 台湾因为梅浆菌死亡 你几乎微乎其微 梅浆菌是儿童社区型肺炎中 第二常见的治病员 被称为会走路的肺炎 是因为得了肺炎后 还是可以有体力走路 只有少数才会演变成重症 国内个案也没有明显上升趋势 用入侵效应好像是很新 很特别的事件 事实上是不必要有这样的一个渲染 其实这是一个常见 而且所有的儿科医师 都看过也诊治过的 这个常见的感染症 医师也提醒有病患一开始 还被误诊为肠胃型感冒 如果肝咳症状超过一个礼拜以上 可能就是梅浆菌 治疗过程也一定要完成抗生素疗程 因为梅浆菌感染通常不会太严重 可是治疗不完全就容易产生抗药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